我得问一下叔叔 您这个身高是多少 体重是多少 我身高1米80 体重一般来说是在68公斤左右 一般来说 控制的 我说是身高1米75 体重一般来说是86公斤左右 你这几公分差几公斤啊 哎呀 太酷了 好像你这里面的衣服 我怎么看着那图像有点眼熟呢 这是我自己的广告衫 我们还以为你穿错了你孙子的衣服呢 您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几个笑话吧 就说因为经常觉得 人家觉得你太年轻 那么就碰到比较尴尬的时候 比方说 我女儿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去看她 然后我们两个在公园里面游玩 有一个很热情的美国老太太就过来了 她说 要不要我帮你拍一张蜜月照 那我说那女儿 我说她是我女儿 天哪 所以老外感到很惊奇 那么其实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也是 我曾经就是代表我们中国政府 在非洲一个大国 就是塞尼加尔 做一个园外的项目 我是专家组的组长 他们去了以后 他们以为我是这个专家的这个白衣 结果后来我们工作做得非常好 到最后他们总统还给我颁了总统勋章 优势工程 他们才知道 这位上海的组长 帅哥 中国专家的素质那么好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这个身体状况和自己的年龄并不相符 您是反过来的 有的像这样四十来岁的 但是心理和身体可能都六十了 你光死了吗 刚才说 您呢 您这就不一样吧 所以很多人见到我第一句话都是问你到底多大年龄 那么其实我我会回答一句话就是说每个人其实有三个年龄的一个就是你的生理年龄就是你多大实际的年龄 还有一个是你的心理年龄还有是你的身体年龄那么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的心理年龄永远是二十几岁 那么我的生理年龄呢是六十几岁 加起来再平衡一下平均一下那就是四十几岁是吧 那么我其实在家里面天天是用那个体脂液测试的 我的身体年龄就是在四十几岁 所以人逆生长是有可能的 谢谢 谢谢